《唐朝诗人汉窝》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下唐朝诗人《汉窝》这首《倚良》 上次我们提到这一首诗里边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比如说它的《前两句》 《前两句》它不像一般的七角诗那样 有很多对称的成分 比如说栏杆和色皮不对称 外和风是不对称的 秀莲和画折不对称的 锤是动词,枝是名词也是不对称的 所以说这个给的英文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方字我们也提到 这个方字 你打开汉语大字典有几十个意义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它也造成了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我说这个翻译不仅包括英译也包括汉语 我们有看其他文字的译本 如果有的话 那也一定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但是每一个译文可能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我们看了啊 以往我们举了 往往都举了两个等型的例子 一个是威特菲尼尔的译文 一个是许恩聪先生的译文 但是对于这首诗呢 许恩聪先生在他的《唐诗三》的一首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选这一首诗 取而代之的呢 是韩国的另外一首诗 那首诗就非常简单明了 威特菲尼尔把这首诗 取名《cooler weather》 这个是不错的 以凉变成cooler weather也可以 它是第一句 大家注意 看它怎么翻译 这个栏杆 这些比较难的地方 尤其是栏杆 和这个方字 看它怎么翻译 Jay the green alcohols curtain thick with silk 大家注意alcool alcool是什么意思啊 alcool是一个小的空间 它不是栏杆 它是指什么呢 可以指公园里面的一个小亭子 那么大家看 它这个里面呢 这个它 它在散句里面开手 不用了 人称代词 它 女 女性 这个它 它的 这个人称是没有的 alcool 我说了 它栏杆毫无关系 这个是一个小亭子 那这个汉语经常翻译的栏杆 这个栏杆 显然是 维特别人认为 是不 翻译栏杆 外边 栏杆外边 怎么会有 床啊 怎么会有 垫子 褥子啊 所以说呢 让人呢 不好理解 所以在这个翻译上 就产生了很多的奇异 Curtain thick with silk 被窗帘挡住了 这个窗帘很厚 而且还是 silk 是丝绸的 这个都比较矛盾 丝绸是薄的 这个后 这个他们俩呢 这个意义上呢 就不是很好理解了 Hurva mainly spring with the pattern of flowers 它的这个深红色的这个 屏风面 上面有 花朵 文图 文饰 这个是 这个青色披风化折枝 它把这个折枝这个难点 也给躲避了 其实折枝呢 就是取的意思 折就是取 有的呢 我们看它翻译成了 断指中文的啊 其实呢 折本身在这里 它不是那个意思 折枝是取折 是吧 那种弯弯的 那种交错素质 和八尺龙虚啊 它真的发音成龙的猴子 龙虚在中文当中就是一种草 就是常常编草形用的那种草饰 可以编草形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 鱼子啊 它说这个 用了一个 按字 是吧 这都是它的 草蛋的 鱼子都存在了 这是一个动词了 Blocated in squares 上面支出了一些 这个 这个 很令人迷惑的啊 是整个这个 东西都是方的呢 还是上面有方的图案呢 所以这个方字 被它发音成了 in squares 比较不好理解 它说这两个东西 I'm writing now for nights not a never warm no cold 是吧 不冷不热的天气 它说现在啊 它这个垫子和鱼子 都啊 枝上了方的东西了 它就适合于 不冷不热的天气的这种夜间了 这是它的译文 那么我们看了以后 没有运 整个下来呢 四句变成了一句话 前面用 都是它的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它的小亭子 它的屏风 它的这个八尺龙 它的井路 是吧 这个整个句式呢 是令人非常难解 所以我说 雪原琼先生躲避了 没有翻译这首诗 它有它的一定道理 我把这首诗呢 这个题目呢 就翻译成 It's cooler now 是吧 是吧 现在变冷了 就是已经冷了 Now 是有点强调的意思 把它强调你 就在这个时间 不是普通的叙述 And then you brought the curtain hands over the crystal star studied ample rain 是不满星星的参天 Crystal是壁 通透 这个壁不一定是蓝色的绿色 它这个壁呢 在汉语里面 你看它还指黑色的 天空也是 到晚上也是黑色 是不是啊 嗯 嗯 这是第一句 这个秀人呢 Inbroad curtain 是吧 每一个都对 对了上 这个是栏杆 外堂 是垂 垂 垂 也可以表示在垂岸 很远的一个地方 是吧 很远很高的一个地方 嗯 Curved branches are shown on a princent screen princent screen 是那种 黄 褐色 一直到 深红色 这样一个色结 是吧 它可以相对 星色 星色 屏风画质之 褐色 摘枝 我用 curved branches 大家知道 越来越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 传说当中 世界当中 有一棵树 那些曲折的交错素质 所以这是星色屏风化折之 这一句没什么意思 当然还表达出来 八尺龙虚方锦入 一句是草席 草席就是草席 因为荣席就是草 你把它翻译成Dragon Bear 我觉得太具文学性了 草席就是草席 草席是这样子 草席是贴神的草席 草席肯定是中的草席 是什么意思? 草席是个等待草席 可以说是草席 占据也可以是依托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古汉语当中没有拾态 没有主动态和被动态 这两种状态在一个字里面是表现不出来的 在口语当中它是需要其他的汉字进行辅助才能表现实态 比如加了 比如加被 我们说在被动实态的时候 被取代 被换取等等 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很晚出的汉字 在上古和中古的时候 文章和诗章中是没有 所以这个方呢 你要看它是主动态和被动态 必须靠上下文逻辑 龙虚这种草垫和井入之间什么关系啊 井入要厚 要保暖 龙虚草呢 龙虚草呢 是散热 这个 保持 一种凉爽状态 所以说这个呢 我是这样翻译的啊 Silic Silic Matthes 是吧 这个呢 也是类似Matthes 因为它是翻译成quilt 也是可以 但是 我只是将这个褥子 它拿去 褥子实际上我们 你翻译成quilt quilt 既包括褥子 又包括背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还是用这个腕来代替 它是一种紧的 绣了这种 绣了这个 然后呢 里面是 Cottentat 里面是绣了棉花 好了 所以这个呢 它才是 真正的旗字 所要表示的意义 然后 以良天气 未寒食 这个呢 是表示 原因了 为什么要换 这个成几路呢 是因为 以良天气 未寒食 那我发音中还是用一个 because because 是 because 的一个 缩形 it's cooler now though not yet frozen 现在呢 变凉了 虽然还没有 frozen frozen 是动 也可以表示寒 为什么呢 我们汉语当中有这样一个用法 叫天寒地动 所以寒和动之间 它有这种的 这种关系 所以我是用 这个作品句 也是让它表示押韵 frozen 和screen 还有这个 I can ruin 它们之间呢 就是产生一种 孕育上的 这种 想联系 好 这种诗啊 简单明了 但是非常耐人深思 你要是真正的看能 它说是 天外 一轮明月 像一个 在秀莲之外 有一点呢 朦胧 但是 它们心色 屏风上面 画着 取这种 树枝 藏额旁边的那棵树 为什么说它这是个 屏风呢 大家看那盘月亮 在它圆的时候 刚刚升起的时候 什么颜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 深红色的 黄色的 那是 新色的 所以 这一首 词声呢 实际上是寒谷写的 是在它 触情 在这种 情景下面 它想起了 预约上的 嫦娥 而不是它自己 这个夫妻关系的一种 情 很值得 玩味 所以我们将在下一次 讲解 另外一个诗人 唐朝诗人的 一首 关于 常语的 诗 我们可以 稍稍做一下比较 好 谢谢大家 再见